那麼很多家長想問的是 小孩看牙醫 要怎麼做才會比較安全呢 傳統的方式會用束縛帶 將小孩固定在診療椅上 但現在很多醫生不這麼做 認為這樣只會增加 小孩的恐懼感 所以對小小孩看牙醫 最好還是選擇有專門的兒童牙科 專業醫生會用遊戲的方式 轉移小孩的注意力 避免治療過程當中 孩子因為害怕亂動 導致受傷 而另外呢 會在這個小孩的口腔中 放置安全的罩子 可以阻隔異物被吞下肚 一進兒童牙科的門 小孩就會先拿到小玩具 讓他們放鬆戒心 一邊玩一邊熟悉環境後 再坐上診療椅 牙醫師耐心的解釋 每一種醫療器材的功用 讓小孩了解以後 再開始進行治療 不過過程中 小孩如果又緊張起來 怎麼辦 兒童牙科就是藉由玩樂的方式 讓小孩配合療程 不過即使這樣 不少小孩一感覺到痛 還是有可能會大哭大鬧 傳統做法是用束帶 將小孩強行固定在診療椅上 不過這種方式 反而會增加小朋友的恐懼感 現在很少再用 沒有跟他先溝通 先跟他說明 他看到那個東西 他就會覺得有點緊張 全身麻醉或用點滴注射藥物 讓小朋友睡著 是近年來會採取的方式 治療時間也會比較久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 就是說用全身麻醉的方式 不過不管小孩是清醒 還是睡著 牙醫文的防止醫物掉入口腔 還會再加裝保護措施 防濕了一個橡皮障 避免就是說東西掉到小朋友嘴巴裡面 器材都是輔助 重點還是要怎麼讓小朋友不害怕 牙醫師建議 父母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 讓小孩了解看牙過程 去醫院或診所時 也要清楚告知小孩 不要用騙的或用強迫的方式 避免增加小朋友的抗拒感